花蓮市民代表会市政总咨询议程 在5号进入了第二天 分别有江凤宜、谢宜轩、谢豪杰、胡仁顺等四位代表 依序进行咨询 花蓮市政总咨询议程来到第二天 首先由市民代表江凤宜进行咨询 他除了针对前瞻2.0议题提出关切 也期盼市公所能够打造出更多亲子公园 提供市民来选择 凤宜这次总咨询 针对前瞻2.0市公所争取的部分 表达一个非常大的关心 因为在前瞻1.0的部分 市公所四年总共争取了2亿多 来建设我们花蓮市的各项基础建设 可是今年度110年度开始 我们1月份承报的计划 3月份给我们的回报 是我们承报了大概将近2亿的经费 就是说我们一毛钱的计划都没有过 那么凤宜针对这个议题 表示一个很大的关心 是不是我们计划做的不够好 或者是我们1.0的部分呢 我们完工的部分不如银建署的预期 希望公所团队能够再加把劲再加油 那么我觉得青子公园的部分 华联市的建构还是不够的多 那么刚刚市公所团队有说了 在我们美轮的白灯堂公园 有争取到一个700万的经费 那么我希望在主治头的部分 旧市区的部分也能够来多多的争取 看我们市公所的闲置的土地 你前置的空间能够有来做这些青子公园的建设 市民代表谢一轩则是针对麒麟地的申请程序 价格奠定相关标准提出咨询 华联市公所卖这个工有非公用土地 那目前最近有一笔是和平路跟正国接口 也就是400多坪 那公所有十分到20几坪 那这一块土地是这个懂法律的人来申购的 那他申购的一个价格 市价登陆上是25万 25万 约25万 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低价 非常非常的低廉 那花莲市公所在当时候完全没有一个警觉 说被这样子一个低价的价格给卖出 结果现在人家一瓶开了90万在卖 但是我们花莲市公所面对卖给一般民众 老邻居去申请麒麟地的时候 却要人家整合之后的一个价格 例如这块麒麟地可能是这个不值钱 可能十几万二十万 那公所却要人家整合后 可能之后可能也不到那个价格 但是他就是要做一个丁职户的一个概念 卖到三十几万四十几万 我想对于这两件事情的处理方法 公所态度不一 我想公所未来的态度应该要一致 而且也要防止这些有心人士来炒地皮 而市民代表谢豪杰 这次相当关切香榭大道及周边的停车问题 也希望将来逐步完善的左舱运动公园 可以纳入国庆礼活动中心 那香榭大道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它的那个倾斜度是非常的严重 那我在这边也会呼吁说 因为香榭大道它现在要做滚动式的全盘 全盘的一个重新的讨论 就是说会不会延伸到民国路 那在这边诚挚地呼吁说 如果延伸到民国路的话 将来停车一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除了民意停车场取消之后 现在民意停车场光平常停车就非常多人的 在那边停车 那取消之后或是说延伸到香榭大道 延伸到民国路之后 那停车一定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也呼吁说 能够这个滚动式检讨 是一个有效的检讨 而不是说检讨完还是一样如期进行 左舱公园它现在已经都在三月底 已经就一个串联的那个道路做完成了 那它现在目前下一个阶段 就是做多功能运动中心 那我相信在多的很多领民 都在看着那个土地 土地的面积这么大 那他们都希望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一个活动中心 最后轮到市民代表胡仁顺进行质询 他除了关切公所因应中央提供 各项补助方案的配套措施 也提出真摄临托服务的观点 这次的总质询只要是要为青年来发声 那也希望我们公所能够提供 青年更友善的这个环境 那包括居住创业等等 那在中央一系列的好的政策底下 我们都希望我们花园市公所能够提出 相对的这个策略 那有相对的这个呼应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 不管是接下来的社会住宅也好 或者我们的幼儿津贴补助也好 我们都希望公所能够因应中央的好政策 能够延续及做包套的这个处理 来解决我们青年在花莲的这个问题 那也提供青年更友善的环境 那在这次的总咨询里面 那我也特别提到临托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希望花莲市公所作为地方政府 也能够来逐步的实现临托的这个政策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建言和质疑 市公所相关科室主管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只要是市公所管辖及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解释力群花莲市报道